等我当上国王,一定会把属于你的东西全都还给你。 1996年,威廉王子14岁,看着母亲因为离婚被剥夺殿下头衔而崩溃的表情,他轻声安慰着。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那是一个小小少年对母亲的爱护,是一个小小男子汉对母亲的许诺。 因为在她心里,母亲才是她心底完整的天空。 其实,戴安娜崩溃并非因为被剥夺了头衔,而是那种屈辱让她感觉生活的不公。 她身为王妃生下了两个儿子,却在离婚后被剥夺了殿下头衔。 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日子里,只要见到拥有这一头衔的人就要行去西里。 本身,对比自己高贵的阶级行礼不是什么耻辱,可耻辱的是自己的两个儿子是王子, 而戴安娜失了殿下头衔却只是个平民,母以子贵,子衣以母贵,她不甘心。 想必,身为母亲的都会了解这种痛苦,产生这种结果不仅是母亲的无助,更会让孩子面上无光。 更何况,威廉还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 但是,这一切在威廉心里都不算什么,她早已经从头到尾看清了父亲与母亲的婚姻, 了解了母亲在那段婚姻中的痛苦,与王室对抗,真的不可能胜出。 所以,威廉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安慰戴安娜,希望她早一点走出被伤害的阴霾,希望她早一点获得新的幸福。 1996年8月28日上午10点17分,戴安娜与查尔斯的离婚申请正式生效。 那一刻,戴安娜与查尔斯竟然都哭了,原本就相爱的两个人,面对解体的婚姻。 自然哭得各有新意,戴安娜并没在那份悲伤中停留太久,她匆匆赶去儿子威廉的学校门口, 希望将那些她不懂的事情讲给她听,希望她幼小的心灵不会因此受到伤害。 可是,离婚虽然看上去是父母之间的事情,但从来受伤的都是孩子。 威廉就算在早熟,在了解父母的关系,在理解母亲的选择,她还是会痛。 威廉在母亲身边隐藏了那份疼痛,安慰了母亲,给了她新的希望。 其实,那又何尝不是她为自己在心中种下全新的希望? 只是威廉万万想不到,她的梦想种子还没等到发芽,戴安娜却在1997年突然殒命巴黎。 15岁的她是不是哭过,又是如何在一个人的夜晚思念母亲,谁也不知道。 只是从那时起,威廉脸上的变得落寞,红着眼送亲母亲。 带着坚定一步一步在王室耕耘自己的未来。 似乎,那段时间的威廉让人觉得很没心没肺,可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人们才知道, 那个小小少年从没忘记过自己的母亲,怕过母亲节,没有一天不想母亲。 就在去年的母亲节,人们看到了夏洛特写给奶奶戴安娜的赫卡, 亲爱的戴安娜奶奶,在母亲节这一天,我想到了你,我非常爱你,爸爸很想你。 抑郁足以让人泪崩,一个七岁的孩子都可以感受到来自父亲的心情, 那就是威廉的真实感受,他活在失去母亲的悲痛中无法自拔。 2011年,威廉终于走进了婚姻,他站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 与妻子凯特亲吻,那是他给母亲的致敬。 2016年,威廉带着凯特出访印度,他特意去了母亲独自坐过的太极灵长凳, 一个大男人在那里哭到停不下来。 2021年,威廉提议在肯辛顿宫为母亲另一尊雕塑, 他力排众议,不惜与继姆斯破脸,终于看到了母亲重新出现在肯辛顿宫。 可这一切都不会消除威廉内心的伤痛,他一直都在思念母亲,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悄悄弥补母亲。 这种悲伤你永远都不会摆脱,你也清楚生活将被永远改变。 在过去的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去思念失去的那个人, 时间也许能让我接受现实,让我重新发现过去那段日子里最珍贵的回忆。 威廉在丧亲儿童慈善基金演讲,真实袒露了自己的心扉, 戴安娜是他一生的心结,而他所努力的每一天都是在为完成母亲的愿望。 或许年龄越来越大,威廉的能力越来越强, 之前看上去始终隐忍的他开始行事大胆,而且非常有自己的风格。 就在前几天父亲查尔斯三世的加冕礼上, 卡米拉一度要求威廉在自己面前跪下来,表示对自己的效忠。 这虽然是一个传统的仪式,合情又合理, 但威廉依旧拒绝了,他跪了自己的父亲查尔斯, 但却没有满足卡米拉的要求。 众目睽睽之下,威廉无视了卡米拉, 这对那个继母是一种当场打脸的行为, 可以想象得出来,卡米拉对此非常尴尬。 可威廉又如何会不知道, 卡米拉此举无非是想要让所有人都看到这样的事实, 她嫁给查尔斯是得到王室公认的, 是因为爱情,是连戴安娜的孩子都接受的事实。 这种强行洗白的方式, 不得不说卡米拉多年以来一直忌惮着自己小三上位的不爽。 可威廉却并没有满足继母的要求, 当年母亲多么落寞地离开, 卡米拉便应该承受多么强烈的回击。 所有人都相信, 当威廉拒绝给卡米拉下跪的那一刻, 这对继母子之间的最后联系便彻底断了, 他们的护司时代被正式开启。 不是猜测, 更不用去想什么圣母情节, 卡米拉哪怕已经七十多岁, 但他依旧有手腕, 有精力去与威廉对抗, 他会让还没有走上王位的威廉付出代价。 只是威廉似乎无所谓, 他不仅仅已经成为威尔士亲王, 而且还得到了英国民众的大力支持, 以他现在的能力, 根本不在乎卡米拉的手段。 而且, 就算是威廉在日后会被卡米拉穿小鞋, 可又如何呢? 在真正的底线面前, 他是不可能退缩的, 下跪卡米拉, 就是对自己母亲的否认, 他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去为自己的王位谋机会。 等我当了国王, 把一切都还给你, 这就是威廉对母亲戴安娜的承诺, 他从说出的那一刻起, 便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去维护去成全。 这些年虽然走得很辛苦, 但他从没有放弃过争夺, 不管未来他走到哪一步, 相信都是拼尽全力的, 一个心中有梦想的人, 所走的每一步都意味着支撑。 威廉是不是能够将王位拿到手, 又会如何让母亲以王太后的身份正式回归王室, 真的很让人期待。 而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卡米拉最近可算得上是金折后的地虫, 活了, 老藤皆嫩瓜, 枯树发心芽, 总之就是老太太摸电门, 抖起来了。 不过再怎么嘚瑟, 老卡也躲不过厕所改饭馆, 底儿太臭的名声, 尽管已经加封皇后母仪天下了, 也堵不住悠悠众口, 骂他的人还是不少。 大家非议他的, 无非是以下几点, 一是让他孙子给他提袍, 二是禁止别人戴王冠, 只能他一人独美, 三是把他的前夫弄到前排就做。 这几样结合起来看, 老卡是摆脱不了假公祭司, 猛装私货的嫌疑的, 甚至有人怀疑是不是绿帽子轮流带, 现在流动到三是脑袋上了, 将来这王室是不是该姓卡了。 不过倒是觉得一切还好, 江山还是温莎的, 威廉凯特是无人能撼动的, 老卡也许也是有点冤枉的。 首先说这个蹄袍的事, 大家都说当年女王登基的时候 用的是公爵夫人蹄袍, 养眼又隆重, 比这几个毛孩子效果好太多, 卡米拉出这个馊主意, 就是想让她的那些孙子们出头露脸罢了。 有人说那不会找王室的男孩吗? 为啥全是老卡家那边的? 真有意思, 他倒是想呢, 王家谁会主动地给他提袍。 你能想象安妮公主的孙子, 或者孙女, 给卡米拉提袍吗? 他配吗? 他敢吗? 所以, 老卡就泼下驴的, 就自己内部解决了。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好像英国佬也没太在意。 倒是觉得, 在阳台上, 佬两口一打算转身的时候, 孩子们就七手八脚地拽袍子实在是莫名地搞笑, 一种伺候失能老人的济世感, 把嘉勉的庄重神圣感驱散了不少, 效果不咋地。 当年女王的丈夫可是一身戎装地站在阳台上的, 王冠只是在嘉勉的时候戴了一下下, 不像老卡一直舍不得摘, 乍一看, 还以为出了俩国王呢? 就还是有贪心呗, 这么一想骂他也不冤。 至于不让别人戴王冠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老卡太丑了。 就像一个好不容易嫁出去的丑姑娘, 不愿意在婚礼这一天, 让别人轻而易举地抢了风头, 看不出来谁是新娘一样, 是老卡的脏心眼。 但是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吗? 威尔氏王妃弄了个比王冠还王冠的发卡, 而且是母女亲子款, 据醒目, 我感觉比凯特结婚时候戴的王冠还漂亮, 母女良善要庆典, 老卡的小心思算是白费了, 这事就这么解决了。 话说, 现在王氏敢和凯特叫板的人真还没有几个了, 明摆着三世要想坐稳宝座, 全指望着威廉一家呢, 即使功高震主老卡也得忍着, 谁让老两口身体太差, 动不动就趴窝呢? 所以说, 虽然卡老太太总想一只独美, 但是实力不济也就说说罢了。 官方合影上凯特戴的那一百多颗的钻石项链, 已经足以说明老两口对这个儿媳妇的独宠之心了。 至于前夫出来凑什么热闹, 还有罗斯小姐, 为啥也会同框, 觉得这也可以算是正常的邀请, 没有什么阴谋论在里面, 因为希望一切顺利的查尔斯和老卡, 不会蠢到选在这个阶骨眼把大家凑一块, 在全世界吃瓜群众面前上演甄嬛转玩的, 大概是想表示谣言止于智者吧, 毕竟王氏是关于用无声的方式表达态度的。 至于到底是止于智者还是一锅乱炖, 大家不妨继续看戏, 倒不用急着骂人。 总之觉得, 这个加冕典礼老卡也还没太离谱, 至于以后就不好说了, 毕竟这位地表最强小三的励志故事, 还在进行当中, 远未结束。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氏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